在校長許衝心的帶領下 貴賓揭開了布曼 南開科技大學以南投在地南開合作 為核心理念的企業正式成立 未來將藉由產官學合作 推動南投的地方創生 那這家的企業就代表是 我們學校的老師的能量 跟我們在地跟民間的合一人文 這邊合作還有跟台中的紅點創客 這邊三方面做一個鏈解 產學的一個鏈解 包含說南開這邊最主要在做科技的部分 然後民間像這種黑人文這邊 四人文關懷的部分 那紅點創客就是設計的部分 把科技設計跟能文把它串連起來 然後成立了一家藍藍共創的公司 在老師的這個介紹之下 有很多是針對於老人 應該如何在他們的 這個後期的生活當中 可以過得更加的有趣 同時可以關注到社區的生活 透過一些很益智的跟同學 非常有創意的開發 很多的軟體也讓這些的長輩 在他們的生活當中 增添了更多的樂趣 那我們非常高興南開科技大學 在這方面非常用心的在投入 企業的成立主要是因應大學的社會責任 因此南開科大目前正積極推動 引法族照顧 利用互動科技為長輩量測身體機能 透過分析提供建議 並且利用學校開發的APP加以記錄 讓家屬也能得知長輩的身心狀況 並且提供仿飾以及運動環境的建議 很有幫助啊 就是老人家可以從顏色啊還有字型啊 下去區分說成語怎麼分辨怎樣 然後也可以圈吧 可以訓練老人家的敏感度啊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過程中很緊張耶 超級緊張 我想說奇怪成語在哪裡 然後他是順的嗎還是怎樣 對可以刺進老人家的腦袋吧 嗯 蠻好的 為老人家設計 因為想說他平常在廟裡面拜拜會看到的神 變成一個這麼可愛 然後可以在手機上面變成3D立體的東西 而且還會有動作而且會有遊戲的部分 蔚蘭南開科技大學將透過產學合作推動地方創生 並參與校外相關計劃 讓老師運用所學創造產業價值 也讓學生發揮所長增加對於地方的認同感 記者張東仁草屯鎮採訪報導